有一个带花瓶的人敲了一个蛋 边上蛋子两边都是精致的花瓶 他一直往前走 突然蛋子里的一个花瓶 非常漂亮精致的花瓶掉了下 他看都没有看继续往前走 边上的人说 哎,天生啊,你花瓶打碎了 你怎么看着他看 他说,已经碎了,碗会有什么意义 我们人生也是这样 看着昨天的人永远看不到明天 只有重视今天的人才会拥有明天 科学家早就验证 人的大脑百分之八十储藏的都是后悔和痛苦 所以只有百分之二十 所以储藏是幸福和快乐 所以人经常的回忆就会经常的痛苦 人想不通就是过去时去想的态度 台长希望我们永远也不要再去想过去 因为我们还拥有明天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